現在來說DSR 就是銀行去計算這個客人 是否適合借貸款給他 借錢當然要還 這是規矩 DSR是有一個方法的 方法就是 Money Commitment 最佳 New Commitment 除它的入息 Net Income 再乘100 Money Commitment 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車的公期 如果你有家就是你家的公期 然後Credit Card 如果你有outstanding的公期 那怎樣計算這個呢 如果他今天有outstanding是有1000元的 那銀行會拿500千元的公期 之前會拿一個50元 然後就有每個月的公期 For Personal Loan 和PDPDN 這些全部加起來都是Money Commitment 然後New Commitment 之前 是即將要賣到家 每個月的公期就是New Commitment 兩樣加起來 追隨他的Money Income Net的意思是 扣除了索索和EPF 就是他的Net Income 拿到那個數目 2乘100 就是拿到一個%數 那怎樣看這個%數呢 就是可以看這裡 如果除了它的%是60%加減以外 其實它是很安全的 即是每一間銀行大多數會借錢給你 如果它去到100 或者110 或者90多 都是屬於危險的 都是屬於比較難借錢的 DSR 限定的意思是 入息是低於3000 你的限定不能超過60% 如果你的入息是3000至12000 你的限定可以去到85% 總之你的DSR 限定 是低於85% 你得到貸款的機會率都是很高 ille 會愉 makers 你也 live ig�� 你 台灣